天气越来越热,我基本上把护肤品都换了一波 所以今天给你们来分享一下我春夏换季时候的一个护肤流程 先抹一个发油来保护一下头发 这个发油的味道还蛮好闻的 然后它不是特别油,所以还蛮适合在早上出门前来抹一点 因为今天是周末,时间会比较充足一点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周护理 而且我每次在做这种护肤的时候都感觉心情变得更加舒缓了一点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热,我的黑头长得还蛮快的 所以就先用洁面来清洁一下 如果你皮肤特别干的话,其实这一步是可以省略的 或者你可以把洁面换成那种清洁能力相对比较弱一点 而且比较温和的那种氨基酸洁面 因为我自己脸颊两侧会比较敏感,有一点红血丝 所以上洁面的时候我一般会先在手心打出泡沫 然后再上脸按摩30秒左右就很快的冲洗掉 如果是正常没有受损的皮肤的话 也尽量不要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完成洁面之后就是一个按摩提拉的步骤 特别是早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快一点消肿 我先来涂一个它搭配的这个精华 这两款搭配之后的紧致效果其实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用自己的精华代替也可以 不过记得一定要用水润一点质滴的 我会直接把电流开到最强 先来提拉一下眼周的部分 从眼头慢慢的滑到眼尾 然后听到滴的一声就可以了 它每三秒就会有一个模式的转换 我一只眼睛会持续三到五分钟左右 用久了会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 真的很放松眼部 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熬夜刷具 当我最近在这辣妈正转真的超级好看 完全停不下来 更加要注意预防眼部皮肤的松弛和头头长出来的干纹 然后我还会提升一下苹果肌的位置 手法就是从下往上 会有两个LED的红光头 可以更好地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 增加皮肤的弹性 苹果肌饱满真的会让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年轻 再来用一个按摩膏 我记得的话一般是两周来用一次 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可以一周一次 记住一定要厚敷 用量千万不能省 这样子呢按摩的时候你就不会拉扯到自己的皮肤了 大概按摩五分钟左右 直到它的这种高体呈现这种半透明的油状感之后呢 再去用水洗掉 然后最近换了一套新的水乳 它整体的水乳都还蛮清透 很好吸收的感觉 就我自己虽然是干皮 但是我春夏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喜欢这种吸收块 然后没什么负担比较轻盈感的乳霜和水的质地 化妆棉我一般在用都是这个二分之一省水的 就可以帮我们在补水的同时做一下二次清洁 然后来上一下乳液 我自己的用量呢一般是一次一蹦 像早上赶时间的话 一般我会来回按摩个十几秒左右 基本上就已经是吸收掉了 味道也是那种清清淡淡的那一挂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那种特别工业很复杂的香味 这个味道用着就还蛮安心的 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勤护肤之后的皮肤状态 是不是比之前干净透亮的超级多 而且感觉毛孔也细了 所以还是要认真做好每一天的皮肤护理 最后来涂一个润唇膏结束今天的一整套护肤流程 这支是那种甜甜的桂花味真的还蛮好闻的 滋润度的话没有特别高 就比较适合白天来用 所以我一般把它作为我唇膏之层的打底 终于护肤完成